7月3日开始,海南宝庭12岁女孩小溪失踪,牵动很多人的心,但是最终还是传来恶好女孩的遗体附近水库旁,找到犯罪嫌疑人也以自首自称开车撞死, 小溪真相真的是这样吗?案件经过及时监轴7月3日晚,海南宝庭12女孩小溪在家里急失踪,7月4日上午,女孩父亲张某新到宝庭公安局新任态出所报案,7月4日到5日,办案民警警综合搜索和排查,还没女孩的踪迹,7月6日早上,警方初步判断孩子可能遇害了,构成案件可能性很大,立即成立专案组, 警方出动多警种,重点排查女孩失踪当天前来女孩家里喝酒的人,7月6日下午14时许,村民在当地溢水户附近,发现一具女性尸体,办案民警赶去确认,正是失踪女孩小溪,7月6日下午14时许,嫌疑人张某打110报警,广称开车撞死了女孩, 原来张某一直和女孩家人在一起,也假装帮忙找女孩,一直在观望警方的进展,经突审,嫌疑人张某对强奸杀害小女孩小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,据张某交代,当天她在被害女孩家里女孩父亲喝酒,在女孩父亲和其他人都走后,她威胁女孩进而实施了强奸,怕事情暴露,进而把女孩杀害了, 嫌疑人张某今年29岁,结婚4年,与妻子与有一个小孩,是被害女孩的邻居,跟被害女孩家有亲戚关系,平时关系还不错,事发前还在被害女孩家中喝酒,对,害女孩是一个留守儿童,从小父母就利益,在母亲离家后,女孩一直跟着父亲长大, 而女孩的父亲因要打工养家长期不在家,一个月在家的时间短暂,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方面,还是有所欠缺,嫌疑人简直畜生不如竟然奸杀了自己的侄女,千刀乱寡,也不足惜同时家长对孩子的,监管不够孩子缺乏保护自己的安全意识,才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父母,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怜的孩子,安息吧, 安来源,直播海南,南国都市报编辑,烟城